新装修系统的这个不同的系统介绍 那么在这个不同的系统中间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令牌 来对首先对墙面系统 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观察 抚养就是缩近 以及它的这个结构的爆炸的特征展示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墙面系统的展示 与此同时呢 我们还有吊顶系统 还有地面系统 以及位于系统的这个结构展示 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模块 则展示了装配式交过虚拟样板间的 这个研发体系 在移动这个样板间的构建过程中呢 首先第一点 我们需要进行混凝土结构的构建 接下来是集成的墙面体系 接下来是生态门窗体系 接下来是快装几排水体系 接下来是积电综合体系 接下来是集成地面体系 接下来是集成吊顶体系 然后是集成厨房体系 和集成卫浴体系 最后是智能化体系 和室内软装体系 那么在这些过程后呢 那么我们的装配式装修的过程就已经完成了 那最后一个模块 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进行的这个虚拟装配过程中呢 它的结果的一个慢油的展示 可以使用这个令牌 在我们刚刚构建的样板房中自由的慢油 感谢观看